聽完周小姐說 我想大家都知道AIA的理想是什麼 AIA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Daniel 我想我們也有些同事想分享一下他們自己本身的理想和核心價值 沒錯 其實今晚這個成會 我們除了公司的要員之外 我們亦都特別邀請了幾位在我們公司成績比較優越 還有很有理想的同事是為我們做一些分享的 首先第一位要介紹的就是來自鳳凰區的周榮佳先生 這一位是一位很新的同事 如果要講他的歷史 講他的業績 暫時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很特別這樣說 不過據我所知他原來只是去年剛剛放下了書包 八月份就已經馬上加入了我們AIA這個大家庭 而且他的業績都做得非常之好 原來據我再了解之下 他未離開理工之前 原來他已經有個夢想和目標 要加入我們公司做保險 為什麼他在讀書的時候還未扔開這個書包 已經是有這個夢想和目標呢 我想其實除了我之外 很多人在這裏都應該很想知道 尤其是我 我已經想到書包很久了 我很久了 那我們立即請周先生 我們有請周榮佳先生 聽不聽到啊 聽到啊 嗯 其實我還蠻緊張 因為自己本身入行來說 真是半年的時間 就像剛才Daniel這樣介紹 我進來的AIA只是短短半年 真是想不到當初進來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自己站在這裏 對著一千人說這番話 其實進來 啊 我也忘了大招呼 首先我想代表 代表我們的公司同事 所有同事 好啊 首先我想代表我們的公司 歡迎今天來臨的所有嘉賓 其實真的進來這麼短的時間 但是你說給我上來 有什麼可以分享呢 我真的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 但是 我可以分享的就是 譬如我還沒畢業之前 還沒畢業之前 在大學的時候 找工作 為什麼最後會選擇了AIA 為什麼一個大學生 其實大學生不是說 現在社會是很珍貴 天朝嬌子 但是說真的 大學生如果入行的時候 都是比較少一些 為什麼 其實這些 進來短短半年裡面的經驗 可能真的沒分辨到 可能在這個在座的同事 他們都經驗過 體會過 但是怎樣都好 我也很感謝自己的公司 給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 剛才除了我爸爸這樣介紹之外 我也想做一個短短的介紹 對自己 我中文名叫周榮嘉 英文名叫Wave 我自己是Phoenix CUI的 Financial planner 自己還沒入行之前 就在Paul 讀Electronic Engineering 工程師 其實 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讀電子工程 會製造 Insurance Engineering Insurance 是中間沒有一個等候 如果是一個不等候 就會比較貼切一些 其實當初那時候 自己入大學 入大學的時候 選Electronic Engineering 其實都可能是一個 怎麼說 一個恩怨來的 因為自己在那時候 Form 7 簡位 Drupal 的時候 入了課 都不斷 入到沒有辦法 死讀還讀 但是經過三年的時間 你真的知道自己 懂不懂得學科 讀完書的時候 出來做事 你選的職業 不是說短短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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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短短一兩年 而是中生 我很重視我這個選擇 尤其是第一頓工 當初的時候 畢業 畢業 那時候選擇的時候 做過很多事情 那時候我們六月尾畢業 Poly 這件事 我們現在二月 就已經開始找工作了 透過的途徑 很多很多 不同以前 只是看報紙 看投資廣告 這些 而不單止在這方面 還會找朋友 或者在網絡上搜尋 而我自己 接觸AI 認識AI的時候 是透過在Poly 的Exhibition 就知道 開始有這個工 它這個 Financial Planner 這個位置 是提供一些Degree Holder 拿著Degree Holder 進來 可以一個Fast Track 可以走 可以短短一年 如果業績 是比平常 即公司要求平常Agent高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年裏 就可以升級 是比平常的同事 或者Agent 是快一會有多 這個很吸引我 但是 自己想還想 但是 當然一定會有 一些阻滯 或者有人反對 自己反對很多 我稍後會說 再說自己 為何會選擇這行 其實自己入行的時候 說真的 我覺得找工作 看看你真的 找工作的時候 不單止是看回你的理想 還要看回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去到哪裏 我自己當時讀書 雖然讀 Tronal Engineer 我想未必 做了這麼多同事都會讀過 或者這麼多朋友 會在這一科畢業 但是 這科比較 怎麼說呢 是比較技術性的行業 來的 他本身接觸的人 不多 真的不多 我發現到 也聽回一些師兄 前輩 他不專業之後 在這個行頭發展 幫你告訴我 不專業之後 如果正常來說 就會在這個 建築工程師的帽子 他做的事 會在一間房間 這樣就對著幾個同事 天天寫Programming 在那裏表達 或者在那裏組合 那我公共不喜歡 因為自己本身的性格 性格是比較歐高榮 你看 像這樣一般 通常都平常喜歡 對有多些人 搞學活動 走下山 參加了很多 青年獎勵計劃 搞學會 做辦事 我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是感受得到 你對人的那種關係 真的很棒 很棒 你自己叫我 混在一起 我對著那個經驗 我真是死的 我不行的 除了性格之外 也是 我自己 可能在玩的活動中 認識了很多朋友 但是他的階層 他的階層 不是只限於工程教育 有些是在警戒服務 有些是在防服務 小販 賓館的老闆 你想想 如果我真的從事自己本身的讀過課 真的未必會遇到 我喜歡認識那些朋友 就是不同層次 不同階層 那自己本身如果真的 你說不做建設工程師 做其他人可以嗎 可以 真的可以 不一定是額保險 是不是 可以做銷售剪 那又可以學以致勇 是不是 而且做的事也可以對人 但是我會想到一層 想一層的就是 如果做銷售剪 對的人 都是局限工程教育 真的不來得 好像保險那樣 那麼廣闊 那麼 怎麼說 那麼多不同的階層 第三件事 真的 我自己本身在家裡排第一 最大一個 那麼下面還有三個小小妹妹 那麼 說真的 現在讀大學的學費 真的不便宜 我畢業的時候 現在四萬多元 學費 政府還說每年要通脹 要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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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幾個百分比 是十個百分比以上 到小女會讀大學的時候 那些學費又怎樣 而且他們很接近 對不對 加上 說真的 如果我的小妹妹未必讀到書 但是 最壞的壞就是 他們讀到書 他們 真是壞的壞就是 他讀到書 如果他讀不到書的時候 那麼起碼我都不用分擔這個負擔 對不對 他讀到書的時候 難道不讓他讀什麼 對不對 那你自己本身 真的一定要找一份理想一點的工作 真的可以高興到家裡 不希望家裡還不太辛苦 說真的 捱到我這麼高 但都要付出了很多很多東西 還有三個對落 對不對 雖然我有這個想法 我有這個理想 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 家人 都是反對的 我也跟他說過 但他也是反對 尤其是 我很記得當初 我跟我媽媽說 即是提過兩句 她說 我們明天去In保險 哪間 AIA 那 蛤 保險 你可以用來選擇 考慮一下 如果沒有人請你 你可以做一下 但是 還是考慮 見多幾問 我媽媽的態度就是這樣 那 OK 繼續見了 我總共寫了20封求職信 現在10分就有得In 7分就請了 當中 有建築工程師 有SellerSender 有保險 其實 自己很清楚都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裏 所以我最後都是選了AIA 但是 當他知道的時候 他都很 即是家裡的反對 即是不止我媽媽 爸爸 阿公 即是整個家都反對 真的反對都很重要 我記得他跟我說 其實我六月畢業 我七月去了旅行 八月才上班 我跟那時 我媽媽借錢 因為自己平時 一周日清 一有錢就小了 我跟媽媽說 我想借五千元回大陸旅行 那你做什麼工作 那我來講 保險 好 謝謝 借都不借你借 你任何的話 朋友都不介紹多個給你 真的 真的 如果你不做的話 你要做建築工程師 那我會給你錢去歐洲 不用還 哇 真的 真的 那時候 我都站在那裏 但其實他反對 他反對的原因 你可以理解 說真的 譬如我真的做保險 其實這陣子也有 最初入行的時候 家人也會有這個問題 我看到 周太 你兒子很乾鮮 你去哪間公司做 AIA AIA 不是本公司來的嗎 你兒子很大 讀電子工程 為何不去摩托羅拉 為何不去Intel 電話公司做 沒有啊 兒子喜歡 總之不理得他這麼多 最初我本來就是這樣 那說真的 一個 很容易處理的 但那十幾個Objection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的 他也沒有訓練過 不像那樣子 是不是 哇 真的 那時候 其實他之所以有這麼大反應 我可以理解 但是 其實說真的 最重要都是自己清楚 自己的方向在哪裏 自己的夢想在哪裏 還有你希望得到的東西 說真的 就算他反對我都會入行 但是 始終我家人來的 我就沒有尊重他的意見 但是 在當中尊重的過程裏面 我真的用了很多很多時間 用了差不多整個月時間 來游泳他 其實不可以說游泳 是解釋給他聽 解釋給他聽 他為何反對 他的原因 體諒到他 還有我自己為何 因為可能我媽媽的感覺 他可能覺得 那兒子探錢 那兒子探錢 那兒子可能都以為 會有很多錢 那這個可能是事實 但是 他會覺得 兒子是為你試圖多些 就是可能 因為我家人整家 都幫 整家都很擺保險 那之前 前十年 前十年 有個Agent 來了我家 他做空間 那整家 整家 整家 一家六口 整家 那這十年裏面 不斷加彈 加彈 加彈 我也想有這樣的客人 整家人擺了二十份單 真的很厲害 那個Agent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個Agent 我相信各位 如果在AI做 一定認識他 他就是我一入海的大佬 Kaki Lan 謝謝 說真的 當初我入行的時候 以我未受過training 那種 那些 那些 那些解釋的方法 那些口才 十分之不要得 可以扔到街上 如果不是 怎樣當 我跟Kaki相對過的時候 Kaki做了一臂知識的時候 未必可以今天 可以在這裡跟大家 聊天 分享一些經驗 那自己 so far來講 半年 半年時間 我一件事很開心 很自豪的就是 我可以讓其他同學 可以 前景可以快 和發展步 在人際關係上 在工作上 我真的可以大膽講一句 是讓其他同學快 這是可以自豪 但是說真的 會不會一行通訊呢 做事 沒有可能的 不單止保險 其實任何一個行業都是 那自己 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turn down的時候 很多 其實自己當初 媽媽反對 說真的 初來入行她都是不支持的 她一直都被越本環態度 她任何時不做 做結席工程師呢 我相信是這樣看的 但是 真的有時候 事情真的要時間克服 你初來入行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朋友 拍心的 跟你買 Wave 你做了的時候 一定跟你買 加幾份單都沒所謂 這些聽得到 但是入行之後 他們的態度 未必好像入行之前 不過你也要體諒他們 那些事情 他們真的很擔心 你未必做得出來 有很多事情 你真的要用時間 用你的行心 用你的表現 來證明 像今天這樣 我媽媽 我媽媽 我爸爸 我自己 都跟自己加了份單 不是因為業績不好 而是真的可以 搭乎母帳給他們 而其他不一樣的同學 都是 我自己本身 做了幾十個校裡面 有一部分都是我的同學 也是當初不支持我的朋友 他後來也支持我 那些事情也令我很開心 因為不是做成一宗生意 而是一個關係 一個信任 這是比其他重要 那當壓力來到的時候 當困難來到的時候 你要克服他 如果你不克服他的時候 就會永遠給你壓力支配 但如果你可以用心機 用力 去解決這些困難的時候 他永遠都不會再是你的困難 反而你自己還有信心 去做其他其他事情 那 雖然雖然有不好的事情 但也會有很開心的事情 我自己本身有個 有個朋友 就是本土國認識的客人 那他 是真的不認識的 我沒有想過 很多同事都是 他會在聖誕節的時候 寫一些卡 聖誕卡 給朋友 或者給自己一個客戶 那是一個感情的溝通 或者一個交流 但你有沒有想過 一些不認識的人 不認識的客人 都會回到聖誕卡給你 我就是師父 還要是親自 晚上十一點鐘 他收了工之後 帶上女兒 親自拿到家裡留下給你 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那張卡 收到的時候 裡面打開 除了一些公司快樂 聖誕派 繪繪哥哥聖誕派 身體健康 那些處理之外 另一邊是整版的工仔 真的很花心思 我收到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跟她說 那些工仔很漂亮 然後她就說 那我當然是不好意思 她說 哪是呢?一棵樹都沒有 一棵樹都沒有 然後我妹妹就說 五歲而已 你知道為什麼一棵樹沒有 聖誕派的人 我沒有棵樹而已 我真的 很難想像 一個五歲的女生 會這樣說 基於時間關係 其實我還有很多很多 開心 或者不開心的call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 如果希望 真的會希望 下次我都可以 給大家分享 但是 用一個不同的身份 不是一個做了半年 只是做了半年的agent 而是希望 可以是一個top agent 或者top manager 的身份 來和大家分享 在這裏再次多謝公司 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 謝謝 很多謝 謝謝 我們有這麼精彩的分享 我們再次每次掌聲 也許多看 加油 低音響 시청歌 公眾 謝謝 謝謝 最高 ym